今天我們來聽的第一篇《讀經》 是舊約的《一則黑爾先知書》 背景是達美皇朝最後的君王若阿敬被擊敗,被人抓了,流放去到巴比律。 全國這種災難動搖了很多猶太人的信德。 上主為何要阿敬在耶路撒冷的寶座被人奪去,而天主是否對他自己選手的人嫌疑無信呢? 實際上天主從來不會說謊。 天主親臨巴比倫,從達美家族被毀的香柏樹上摘下最後一根亂芽,親自將它採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 這個許諾是這麼令人震撼, 善自以天空的非鳥,暗示了阿朔帝國諸侯皇國的龐大。 他保證這一切最終會落在以色列的統治之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墨西亞的形象開始逐漸鮮明出現。 他將出自達美家族的其中一個支牌,注定是為了實踐天主對他子民的許諾。 這篇讀經邀請我們時事要信靠天主特別,是當我們的期望看來渺茫,我們的希望看來毀滅的時候。 天主就是經常使矮的小樹高大,使沽木發綠的那一位。 最近有個教友公開分享她說,她的女兒告訴她,她很喜歡行山。 這位蘇女士,這位姊妹,她多年來鼓勵家人,愛護和要多親近大志願。 她為她的女兒這種轉變感到很開心。 她的女兒現在是三歲多,她從最初對郊野不敢興趣,到後來慢慢喜歡一草一木。 蘇姊妹她明白到,保護人類共同家園不能只靠一小撮人,減少浪費,也要帶動家人和社會一起努力。 蘇姊妹一家最近去到西貢深沖交遊的時候,邀請了一位當生態導遊的朋友同行,不能夠認識當地的生態。 她讓她的女兒親自摸一下樹幹,搓一下泥土,搭一下沙灘,在大自然之下靈收,去體會天主創造的美好。 在家裡,蘇姊妹努力向家人改變生活的習慣,從小處去為大自然獻出愛心。 她在家裡曾經為垃圾分類,方便循環再用。 會使用這個竹纖維製的衛生紙和毛巾,減少消耗木材。 飲食也都盡量少肉多菜,避免吃那些多添加劑的食物。 女兒出生至今,差不多幾乎沒有吃這些糖果。 這種游世培養子女的態度,亦都提醒我們大家有共同守護天主給我們人類管理的地球家園的使命。 今天我們聽的是馬爾谷福音。 主耶穌提到有關生長的描述是很細緻的,很準確。 譬如說,先發苗,後套稅,最後稅上滿了蜜粒。 這個是令人驚慰和恩惠的,但亦都不能夠強迫地去發展。 原來心長是需要時間的,需要耐性。 福音的影響力亦都不是一時三刻。 人的內在轉化工作,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對於福音的全部者而言,沮喪是最常見的誘惑之一。 往往因為看不到即時的效果,實質成效而受到打擊。 所以這個撒種的譬喻,特別為他們而寫的。 而這個譬喻都是挑戰家長、教育工作者、基督徒團體的領袖。 即使我們往往帶出善意的出發點, 但因為我們自己的性格不耐煩、急躁、追求高效率等的性格, 而令到其他人感到討厭、過分的激進、難以忍受等等。 今天的福音提醒我們另一個重要的元素, 有時候我們人是真的需要靜下來,是需要等待,保持冷靜, 去欣賞種子自動的發芽和自行的生長。 我們是會經驗到在全能的天主任備下,居住在耶路撒冷, 或者居住在那份的幸福、平安和圓滿的愛。 這個撒種的譬喻邀請我們以天主的眼光來看事物。 人往往總以為偉大和表面的事情正有價值。 我們人很多時以自己所累積的財富、經驗、財權力、名誉來判斷一個人的成敗。 但是主耶穌基督推翻這種價值的標準。 主耶穌說,誰若自謙自卑如同者的小孩子, 這個人就是天國中最大的。 我們香港教區有一個保育的建築師, 林舍玲執事。 他每一次在主教座堂接待朝聖者的時候, 都會介紹這一座,他是有份參與復修工作的。 他九年前就在這裡接受了這個執事聖職, 退休之前在政府從事古蹟保育工作, 可以說是第一代的保育建築師。 他公餘的時間,他協助教會保育工作, 其中包括了主教座堂, 和鹽田寺西貢的聖藥室小堂的復修工作。 他的反省就說,堂區是一個家。 建築師就要讓教友投入去參與禮儀, 發揮禮儀空間和美感, 也都要傳承歷史。 基督徒在世上留下很多的歷史痕跡, 聖堂讓我們能夠感受到信仰是真實的存在。 新在聖堂祈禱、默想教會歷史, 我們就會慢慢明白到天主在歷史當中的計劃。 臨執史每一次在聖堂朝聖, 也都要懷著這份靈修去加深信仰。 因此,世未聖言、世未生活的細節, 既然能夠幫我們領悟到生活的天主, 祂的愛是何等偉大和深奧。 今天的聖經給我們兩國的喜訊。 第一, 那隻黑兒才邀請我們時時要信靠天主特別, 是當我們的期望看來是渺茫, 當我們的希望看來毀滅的時候, 因此相信天主是不夠的, 是要繼續堅持到底, 無論環境、信益、疾病、健康, 都要繼續信賴天主, 因為天主是信得過的。 第二, 播種的譬喻是挑戰家長、 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團體的領袖, 即使我們帶出善意的出發點, 但因為有時我們的性格不耐煩急躁, 也都會令到人感到討厭, 令到人難以接受。 因此,今天的福音提醒我們要學習, 學習每日要找時間靜下來, 學習懂得去保持冷靜, 欣賞萬事萬物的自然發展和成長, 從而能夠經驗到天主每日都在我們當中。